哈喽各位好 这里是夜界首个真人秀的健康的节目 走你万金油 我是见证者天悦 在我身边的是王潘 本期的高血糖体验者 在这个换食之前 他的血压和血糖几乎达到了正常 那么今天呢 这个王潘将跟我们讲一下 他换食以后 这六天来 他的感受 以及他的成绩 你这两天有没有条理反应 这六天 没有啥太大的条理反应 唯一的条理反应吧 可能就是有点低血糖的 因为我这个血压吧 高血糖高血压 这是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 就是能有将近十年了 这个长期的 我就是已经适应了 这个高血压高血糖 因为我血压高压始终是180 低压将近110多 120 所以最后一天忽然之间 就是说我降到正常了 降到正常呢 对于咱就是说 普通人家来说 你降到正常之后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值 但是呢 你对于我来说 我已经这些年 适应这种高压的状态了 冷不停 一回到正常状态呢 我这反倒不适应了 所以说我这现在走到哪 到里头还得备快求和力 你这还出问题来了 还不适应了 挺好挺好 那现在就是你降糖药扔到多长时间了 再看那开始 我就已经不吃不吃降糖药了 就是降糖降压药 我已经全部不吃了 归了在这一块 满垃圾桶里头了 我已经不吃药了 自从我拍这个节目之后 我这个周围呢 也有不少小伙伴在关注我 所以说我自己本身 我参加咱们这一个 走你半斤油这个活动 通过我自己的自身一个体验 达到的一个效果 他们呢 就是说每天关注我的朋友圈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现在我周围也有不少我的粉丝 他们既是我的粉丝 又是我的朋友 就是说从过去 我这个肥胖 这个走过来的 有这种体会 他享受的这个心理的 他不是说的 他是装出来的 他是迫切的 他想吃这个产品 他想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我就是从这一步一步 我找过来的 不是说我就理解他 就是你最了解他的这种 胖子的这种痛苦 心态 对对对对 最刚开始 看着我这个 就是照片的时候 他们的表情惊讶 但是看到我本人的时候 就基本上就 有点不感应我了 因为我这个模样 还是我的模样 但是我以前就是 在拆家海水那时候 第一期 我这个肚子 还有这个体型 大家也都看着了 这现在的变化 就是特别明显 你看我要大家 看看我的肚子变化吧 大家海水那时候 肚子还是这样行的吗 这拍 一拍的话 这两边还有费用的 这现在这种费用 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我听说你那肚子上 不是还有花纹呢吗 现在还有吗 这个花纹 又比过去多了 因为我这个 收回去之后 它这个纹 纹路又出来了 就问一下王老师 未来它这个花纹 会不会好 要不然人瘦了之后 肚子上全是花纹 也不好看 不好看吧 它是一方面 但是这个是我由胖变瘦 由身体的不健康 走向健康 这个也是一个见证 我就是现在已经 彻底纯天换食了 现在就是一天 最少量能达到六包 六包到九包吧 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的成绩吧 我觉得王老师瘦了 以后脸色还很好 皮肤光泽也好 另外雪的方面 真的是太神奇了 135 八十三 就是我们没有从一路走过来 到现在这么见证 真的是不敢相信 也想象不到 那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啊 和这个睡眠上 有没有什么改善 或者不一样 有改善呢 我这个现在精神状态好 我睡眠质量也好 我就像咋说呢 就像年年轻十岁似的 就跟我刚退伍 刚当名十八九小孩 刚刚刚退伍一样 7.8 这个是差烟后 白天的一个正常的指标 下面我给大家 就是测量一下 我这个体重 瘦身成果 太冷了吗 97.5 瘦了多少斤 各位观众 你们自己算一下 那么懒呢 动动脑筋 好了啊 那么这个 当这个血糖 血压和体重 全部都测完了 王潘的最近的精神状态 状况也都是挺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问一下 我们的王平老师 他到底要不要换时14天 最后王潘 还有什么 要跟我们观众表达的吗 我想说 我能就是说 达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标准 王平老师 与天悦老师的指导 有关系是分不开的 所以说在这里 特别谢谢你们 你当着最后一期来录呢吧 咱后边还有呢 整得跟霍展感言似的 不过确实啊 这也是王潘发自肺腑的这种 跟大家的一个就是回馈吧 王平老师 明白辛苦啊 好了 接下来有请王平老师 大家好 我是佐代令159素食全餐的健康导师 我叫王平 那非常的恭喜我们的王潘 能够在这么一段时间的代仓 和现在正在患食的过程当中 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就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他也会出现一个 这个很多的调整反应 那就比如说 他的血压也会或高或低 那么血糖也会有所变化 那这个时候呢 是不用担心的 因为人的身体 起到这么一个过程 他一定会出现这些调整反应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159素食全餐的话呢 那个营养了我们的身体 当然我们的这个心脏的 这个细胞也是要被滋养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血液循环就会改善 但是血液循环改善的话 并没有这个血管的阻力 并没有减少 并没有消失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必须要据色细胞活化 排出这个血管壁的 这些重性脂肪以后的话呢 那我们的这个就是血压 才会彻底的能够正常 那么血糖的话呢 他也有高和低的时候的话呢 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的细胞 他需要能量来代谢 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糖就会低 那我们的细胞排出 多余的糖分的时候 那我们血糖就会高 所以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不用担心 但王派也很担心啊 他这么胖的这个身体啊 一旦解下去以后 好像肚子变得比较松直 还有纹路 那这个时候你真的是不用担心的 为什么 因为当你的脾胃功能正常以后的话呢 你的皮肤一定会出现一个 非常紧实和一个非常有弹性的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呢是不用担心的 但在这个整一个换食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你能够坚持这个 最起码14天啊 以后在这个换食的过程 结束以后的话呢 你的这个副食工作是一定要做得非常棒的 这个换食的过程 你都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整一个 就是全部的这个导师营的导师啊 都会全程的跟踪 进行一个专业的服务和指导 那么我们159术四全餐所有的健康导师 都会为你的健康保驾富航 王潘接着加油 各位观众 我们又有了意外的惊喜 在我录王潘的时候 没想到呢 是今天才说 没想到王潘的太太 王楠 我们本期是王 王氏家族 老师是王 王平 主角呢 是王潘 而背后的一个我们惊喜 是王楠 他们俩一起接触要求 一起换食的 王楠瘦得比王潘多 早知道我录王楠呢 我录你干啥呀 王楠 来你先把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他俩是一起换食的 也就是20多天 以前的你呗 对 现在一共瘦了30天 你瘦了30天 对 这还不是我最胖的时候 我最胖的时候 没敢照照片 王潘 现在你们全家人都在吃是吗 对对 我婆婆我妈妈都睡了 你婆婆瘦了多少 我婆婆瘦了20斤了 你妈妈瘦了多少 我妈瘦的10斤 但我妈血压去呢 有点就是正常了 以前是一天三遍药 现在是两天一遍药 你全家人加在一块瘦了50斤 找人起来 我就用小奶锅 熬一小锅 一人盛一小碗 开始吃 这个大家不知道 基本上王男王潘的一家呢 他们家是做这个猪肉生意 是不是啊 这个卖猪杂猪肉 这样的 所以说他们家的 就非常不缺的 就是一个大肉 对吧 现在就是改了原来的这个饮食习惯了 就是不是一顿就一盆骨头了 一顿一盆159了 是不是 你打算换多久啊 我打算换14天 你也打算换14天 行 从下期开始 你俩一块来 来 那个王男 你现在量一下体重 王潘你给我拍一下 就把这全家人一起收益真好 看得了吗 60.6 120斤左右 你打算目标是多少 110斤左右 是10斤是不是 没问题 你现在是代餐还是换食 我现在就是在全天换食 然后你一天吃几包 现在一天五六包 一天吃五六包 好 就是未来的这个集期里面 就是你跟你老公 你们俩同时录 然后王平老师 一块指导你们俩 希望你们全家受益 咱们一起受享理想目标 好不好 你110 王潘是多少 178斤 178斤 我们争取这14天的换食 能够再次见证你们的奇迹 好了 本期节目这一次 是真的结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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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ck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